时光荏苒 重组记忆的碎片 岁月静好 还原离世的瞬间 死去今年 用记忆雕刻时光 往事温暖岁月记忆雕刻时光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北京记忆 我是孙宇 我们今天把时钟拨回到九年前 也就是2005年的8月18号 这一天是个星期四 在那天的一大早 就传出了小品演员高秀敏 由于心肌梗塞导致窒息 在长春的家中去世的消息 人们听到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 怎么可能呢 是啊 46岁 对于一个实力派演员来说 正是开始收获的黄金季节 大家都猜测 传播这种消息的 说不定就是个无聊的人士 在恶作剧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消息被证实 人们震惊 没有想到高秀敏会以 这样突然的方式离开我们 留下了人们对他 无限的追忆和哀思 当天中国曲家协会发出布告 说高秀敏生前一直致力于把欢笑带给人们 但这一次是他第一次把悲伤留给了我们 我特别特别震惊 我觉得心情特别不好受 我是刚刚才听说 我觉得很惊讶 太突然了 李轩是高秀敏唯一的女儿 大家都喜欢叫他小名 丹丹 丹丹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的导演专业 毕业之后 丹丹没有回到长春的母亲身边 而是留在了北京的一家文化公司工作 虽然母女相隔两地 但只要一有时间 丹丹就会找时间回老家陪妈妈 让丹丹非常遗憾的是 因为在北京办理新的身份证 所以没有按计划回家 更没有在高秀敏去世时 被在身边 丹丹的身份证上办理日期是2005年8月18日 就在拿到新身份证的同时 丹丹接到了来自长春表哥的电话 其实那个时候我照身份证照片的时候 他人就已经走了 因为他人8月17号半夜三四点钟的时候 然后把法医说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呀 我是大概下午十二点一点左右了 那打电话告诉你的是谁 我哥哥 当时他的声音就已经完全地 就已经破声了 说话也语无伦次了 音调也是完全是那种哭腔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别着急 你慢点说 怎么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老太太没了 因为我们家一直把我姥姥 就是叫老太太 我就跟他确认 我就以为是我姥姥 我说你慢点说是谁 她说老太太 不是老老太太 然后我们俩还为这个就争论了半天 后来确认是我妈出了问题 就直接打车去机场了 到了机场 当时长春是有什么会议 就一张机票都没有 又稀里糊涂的 又打车又回到我放车的那个地方 因为我小阿姨在那等着呢 我们俩就一起开车往回走 我就觉得这一路也是我妈给我一个指点 就是我要坐飞机回家的话 可能你人就是马上去接 就面对大家 你会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这一千公里有这一整个晚上了 所以到家了之后就 有很多事情突然跳到眼前的时候 还是能够自己冷静冷静 然后去处理 我就是到了殡仪馆之后 我看她第一眼的时候 就人是崩溃的 因为你积攒了一晚上了 有各种各样的消息 就冲到我的耳朵里 然后看到她那会儿就崩溃了之后 就是放上大哭了一阵 放纵的哭就那一次 然后就出来 她特别懂事 单单就是在她妈出事之后 就是知道确认高老师没了之后 所有的亲人和朋友最担心的是她 她懂事在什么地方呢 她把自己的悲痛都放在心里 让所有关心她的人 尤其是高老师身边的这些朋友 和她的姨啊 和他们家的家属们放心 这个孩子在追到会上 一直到我看到她的时候 没掉过一滴眼泪 她自己肯定背后就是她说的 就自己哭 我们谁都不知道 这个孩子太历史了 真的 一直到现在为止 这个孩子没让亲人操过心 没有亲人了可以说 父母都没有了 一个人在北京 我们为单单鼓鼓掌 杨老师 在高老师离开以后 您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就当天知道了 好像高老师走完了之后吧 就收到很多信息 然后就说高老师走的信息 也根本不相信 就以为是造谣什么的 也没回也没问 就因为就根本没相信 后来就还有人发 然后还有就熟悉的记者给你发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后来我就给安富翔打电话 因为安富翔是高老师 我们俩共同的朋友 我说高老师怎么回事啊 他说是真的 我就完了 就崩溃了 然后就拍不下去戏了 在屋里就那个时候就哭不行了 后来就不行了 我说道音对不起 我说我必须上长春去看高老师 然后这时候就车来了 就直接就往高老师家去 但是其实我还真看了 高老师最后一眼 就是从临车上 就是进兵御馆的这个路上 从车上抬下来的时候 正好那个谁 那个陆小波 就把那个蒙脸的那个布 就给放下来 大家都想看 就看了一眼 最后一眼 说在这个通聊 晚上我跟秀明 我们俩几乎聊了一夜 就是反思我们这些年 在一起合作 感情上的经历 我说你看他们都羡慕死了 都以为咱们多幸福 你说咱们哥俩有时候 还吵嘴 还忌忌 还闹一见 前十四年画个句号 咱们重新来 前十四年的句号 咱们把它封存起来 封题上印上四个字 叫哥妹当好 就是我没做好 以后呢 咱们重新来过以后 你看 我大踏步地让着 你对我也让着 你不对我也让 这次谈心 让何庆奎和高秀明两人 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然而仅仅过程两天 何庆奎的长子就因为车祸以外去世 因为高秀明单小 连自己父亲去世都不敢看 所以何庆奎坚决制止了高秀明 要一起去参加儿子葬礼的请求 但是也正是这个决定 让何庆奎和高秀明此生 再也没能够见面 17号从广州坐火车 带19个连员工 在自己家里的家族人 一共19个陪着我回来的 捧着孩子虎不回 正好他17号 他说17号到太原区 排一个部20集电视剧 中央电视台这戏 我就以为他到太原区了 他原来想跟我去 我就坚决没同意 你好事你跟我去 这种事情让你瞅那么惨 我就找没有理由叫人家 我说你是太阳光底的人 我说这阴间的事你别参加 那时候真是心里就想的 想我就打电话 要是接就是在太原呢 或者是这个在北京转机呢 一打就通了 人在哪呢 我到太原了 躺床看剧本 我说那你就安心 安心吧 我说这边事也就完了 我说还是那句话 你别看我的天塌了 只有你在 只有你支持我 给我做脊梁 你的天我不让他塌 我的天可以塌 你的天不能塌 这是在2005年8月17号的电话中 何庆辉对高秀明说的最后的话 然而第二天 一个意外的电话 让他知道 他的天再次塌了 大姐走了 第一句话 我什么 第二句话是秀明大姐去世了 我当时我脑子嗡一声 我说不可能 我说这在太原排戏呢 我说在太原那块就出了 我说他说他根本就没走 他在家里 现在还在床上躺着 都尸体已经体斑了 都死十多个小时了 我就让他开车 就说快点 踩油门踩到底 踩到底 踩到底 他就等我 等到这个车怎么开到我们 我现在黄狐就记得一层人 人头都黑 黑乎的人头 我被架进去了 架到楼上 我疯着 我就往上扶 只看见两只脚 就嫩肚子 我就以为一人肚子 他就能上来 就能有呼吸 因为当时我就认定 我说他痒 我快睡觉 痒过睡觉 他打呼了 一呼了 一下就不闷住 他要是侧身就不闷 跟前面没人去闷住 三四十秒钟都不再喘气 他越弄大脑越缺痒 越缺痒 他越弄得正 一口呕吐不上 然后我会再一戏 造成这个气管 这个堵塞 就窒息而死 他只能是这么死 根本不是什么 突发心脏病 我就往上扑 那时候就往上扑 人家架子不让上 完了我也不知道扑 就跟他吵架 我说你说 你是要说在家 我昨天晚上我就回来了 我回来 我这给你唠一天唠一球 你能死吗 你这一狂 你把你命都撒没 2005年8月20号凌晨 赵本山 范伟 宋丹丹等人 匆匆赶到了高秀宁家中的灵堂 沉痛悼念这位合作多年的亲密伙伴 随后一行人立即去慰问何清魁和丹丹 大人都来了 淡淡 淡淡也来了 他连夜去的四点都到的 我拱在手就哭一遍 我就跟他比 enslaved 因为我本身现在把你所有的积蓄 一分钱不剩都拿出来 就能把高熙敏救活 你能犹豫吗 他说那不能 我说这就看出什么重要了 本身咱活一辈子 咱们应该苦心经营一种真感情 谢谢 我记着当时赵就到了以后 就是问我们家里这些事都办得怎么样 我说都挺好的 你就不用惦记了 没有什么事了 问还有什么事了 就没有了 赵就跟饭就说的最多的就是 还那没事还有菌呢 还是跟菌说 都是这样的话 2005年8月20号早上8点 葬礼从高熊敏家中起立 临车沿途长春百姓 自发被高熊敏送行 在殡仪馆 数万市民早已提前等候在那里 要见高熊敏最后一面 我刚才我看见的是我这次看得最清楚的 因为当时我们在那里都哭得也看不见人太多了 等我跪在磕头一起来老姨就就已经没了推走了 我再也没看着啊 这是给人看去了 看清了 宋高老师那一天啊 我觉得我的心灵得到震撼 宋高老师那一天就是从他们家出来的路上 长春是只要能往殡仪馆去的 就这一路上都是打着横幅的 有端着鸡蛋的 有拿着高老师爱吃的东西 有拿扇子手绢的 有扯着仇子的 有吹大喇叭的 就是自发的长春的老百姓 还有很多从外地的 提前一天就到长春去候着 准备就是那一天送高老师的 就那一个场面呢 我觉得高老师的为人得到了最好的验证 因为秀民老师在东北的口碑 特别特别的好 就是他走到哪儿 越是很多演员瞧不上眼的老百姓 他越尊重 他越瞧得起 高老师这个人嘛 他是就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 有一次我们去到郊河那边去吃鱼 然后本来我们订的是一家特别大的饭店 然后老百姓那个大婶 就给他送来大葱蛋大酱 蒸的茄子 土豆什么的 我们在酒店订的餐 然后他们就把自己家里的东西 给高老师拿来奔鸡蛋 就说那个高一敏最爱吃这东西 你到那地面吃不着 我家这你就吃随便造大地的 就给送来了 送来之后高老师就让人家坐到我们那桌上吃饭 那老乡也不客气就跟着坐就吃 包括服务员他都能照顾到 先别吃了 我看这几个孩子好像要找我照相 赶紧来跟我照相吧 说一会儿那个吃饱了 那个你就别照了 吃饭说你大姐吃饭也没有吃相 你就别照了 你就别乱照了 来现在统一照 就一起照 有的时候大伙会照顾高老师 也就会跟老百姓跟观众说 说别照了 高老师挺辛苦的 就照照照照我好不容易来的 然后就来永远把就他喜欢的观众 和喜欢他的观众放到第一位 这是我们所有人 就是跟高老师在一起的人 都感同身受的 心里头总有其他的 高秀敏1959年1月28号 出生在吉林省松原市福渝县的四满乡 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 他15岁的时候呢 开始二人传的表演 在当地小有名气 31岁那年 他选择和何庆奎合作 一个边一个眼 开始了他的小品生涯 1994年的小品密码 让他第一次登上了 央视春晚的舞台 此后呢 在赵本山的提携下 他大红大紫 确定了他女校星的地位 1992年 全国电视小星大赛在深圳举行 在那次小品大赛中 名不见经传的高秀敏 与何庆奎合作表演小品包袱 不但一局拿到了大赛唯一的金奖 同时让中央电视团的导演 对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不久之后回到长春的高秀敏 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电话 是春晚筹备小组 向他跑来了橄榄枝 有一首歌 最后一句就是我的汉马 什么歌 忘了 那是什么样子的歌 就是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啥呢歌 那一定是一首爱情歌曲 爱情歌曲 而且里面是有数据的 还带数字的 几几年啊 月啊 几几年 你唱 你唱我知道 我唱 你不敢唱 这1937年呢 巴罗军拉大川呢 秒了一个准票 打死一个翻译官 这没爱情这有人命了 赵本山 高秀敏 范伟 三人合作默契 被称为小品界里的铁三角 然而他们第一次合作小品 拜年时却状况不断 这其中又有哪些故事呢 拜年里面就有一句 批雷一声震天响 来了小贩当乡长 领导农友闹个命 然后赵就不上来 嗯哼哼哼哼哼哼 就这个这句嘛 哎呀 乡长 他可不是那个意思 他那意思是说呀 批雷一声震天响 来了小贩当乡长 领导农友闹个命 这原来就是我妈自己 一个人说下来的 就是前面都说得挺好 后面没吹来了 自己就 嗯哼哼哼哼哼 后来就发现在现场 可能赵就也觉得 这个不如我妈说不上了 想让她来顶一下 她还没顶明白 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 就把这句说 那这样还是我说吧 这样能整体效果好一点 但是毕竟原来这是我妈说 再怎么着也算是包袱点嘛 但是这现在呢 是对整个戏的结构 是很合理的 很完整 效果更好的 所以赵姐姐就开玩笑 说这你先给我吧 下回我再还你个包袱 这么坏事 秀民大姐的的确确 是个粗中有戏的人 那比如说拜年啊 我们那时候就 就比较有意思啊 我是在他们 跟他们比起来 我是 我是小字辈嘛 赵本山那个名字 是红遍大江南北 秀民大姐又 女赵本山 然后这老两口子 咚咚咚咚咚 不停的在说 然后这个乡长就比较被动 秀民大姐我看 他就有点发现了 就是我比较被动 这个角色比较尴尬 在排练的时候 他也会找时机 他就 哎 他就故意的 我觉得 老弟你是不是特别难受这个角色 我说是有一点儿 这个乡长这个角色就是说 反思思思说几句话 就是你们来有事儿啊 你们是不是有事儿啊 他说别总这样啊 别咱们想法把这个人物让他丰满一点 他在他的提议下 大家就坐在一起了 就这个人物好好地研究了一个晚上 然后最后你看最后结果出来了 就是这个角色虽然戏不多 但是给大家留的印象就是 他给我们下了最后通牒 说啥不让我们俩扬笔 说这事要不打赢 就把我们的王八老鼠 难个放血 哎呦 关于这件事儿 你等过了年 由下一任乡长通知你们 下一任 你就告诉我们得了呗 就是刚开完人代会嘛 我已经不是乡长了 你下来了 对 下来了 下来了 我说三胖子 三胖子 我小名叫三胖子 我小名叫狗生母 三胖子不是我说你 作为老乡你是真不够意思 你说你当乡长当这么多年logo了 你下台之前把小舅都拿没明白了 得了人的事儿让下级领导说 你里外装好人 不是我说你三胖子 像你这样领导干不住了 把你撸下算对了 对了 我看这个戏的时候 我还记得他们开玩笑说 范舅说的说 赵舅是红花 老爷是绿叶 他是绿叶上大虫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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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了 啊拐了啊拐了 拐了啊 拐了啊 拐了 拐了拐了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啊 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啊你啊 好 卖 卖啊 卖 卖啥呀 拐 联系上了 拐卖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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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怎么回事 拐卖了 谁要拐卖你啊 不是 他拐卖了 你要拐卖啊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 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 你买呀 这个戏好像第一稿出来的时候 它只有四句台词吧 就是反正一共就四句话 而且相当于啊 嗯 好 就是都算一句的这种 啊 那个时候就是反正 这第一稿出来的时候 他心情稍微有点低落 因为毕竟在台上 大家可能不知道 那个演播室一千平米的这个演播室啊 站在台上可慎人了 所以说他那个 已经在那个台上演过几年了啊 他如果就四句话 他站在台上十几分钟 非常的尴尬 嗯 就算是大家的目光 都集中在赵俊和范俊的身上 那他也要站在那儿 他手插秀站在那儿 应该咱都不知道放哪儿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说 这四句话就没法演呢 那那怎么着 当时就四句台词 咱们秀明老师是不是急了 有点急了 急了 他最开始的时候呢 是跟何老师发点小牢骚 一开始老何是给我写吧 所以说这是我们隔人家自产的 他说是 后来到演 知道了卖 写卖拐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这戏份就下来了 一来一来好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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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吧 走吧 走 走 走啊 走啊 走 走 哎呀 咬什么呀 看着没 我媳妇都看出来了 她说你呼呼呦呦就瘸了 不是 大姐啊 这是早早没发现呢 你早你没碰见的 你早碰就早就瘸了 说一位罪汉 喝醉酒之后 拿起这么大一块石头 到电视砸去 只听扁刹 电视一点没坏 为什么 因为电视质量好 错 因为没砸走 证券 你没砸走 怎么夸杀一下呢 夸杀一下咋地板去了嘛 你别砸了 你砸不上 我为我的炙烧要炒个说法 来 请听题 说 一个司机开着一个公交车 看对面的树上 踪着猴 啥车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错 他把猴皮要打红灯了 你这笨 老何也跟我说 说咱们 咱俩这路子扑到一定程度了 咱俩得需要往前发展了 咱跟本山合作呢 咱们是寻求发展 那今天新病这个小品 一开始写完一看 我可能一共就有四句台词 我就跟我老头激了 我说你看 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把我的台词都写没了 我说你也太雷锋了 把给人媳妇写写写都没有 没有画来演了 我说你不好意思说 我跟赵哥说 再给我加点戏 真的 我说本山就说 老何 赶紧再给兄弟 再想法 把他身上加戏 这个他的戏也太少了 后来当演出的时候 给我加了好几个情节 我就非常满意 再也不生气了 他头子 真的我都不想告诉你了 告诉他吧 你这病呢 真的从前在感情上 我对不起你 我动不动就给你受气 隔三差五还使用点家庭暴力 真的从你往后生的点日子 我好好对待你 媳妇你别说了 你在感情这方面 没必要向我道歉 我的妈还有一碗手货 有一次你回娘家 完了我出的第一个对象 就上我们家去了 她进去一把就把我的手攥住了 媳妇对不起我没控制住 你咋的了 抽过去了 你真抽了吗 我我真抽了 你妈呀有的好事 你还能抽吗 我我真抽了 你说你把领家 咋子他把那人领家 我这息子完了 拔凉拔凉的呀 哎呀妈呀 你哪能把呀 你哪能把她领家去呀 完了 冷静冷静冷静 哎呀完了 在张老师面前 或者在我们那个何老师面前 她都属于小妹妹的 所以有的时候偶尔撒个娇的那种啊 虽然体型比较那些 但是也可以撒娇 怎么杀的呀 就是你赵哥不行 我这气太少了 我不敢 就类似于这种呢 然后赵就说 那没事咱研究开会来排练 咱下地儿下地儿吧 那给你加词 就这样 老牛仔 我这回我再上谁家送水 我看谁敢惹我 你你你你 你完成任务 你可以走了 把这个拖下来了 把这个拖 妈妈妈妈 妈呀 论文地稿费 五千美金 您的 他拿这钱上哪儿花去 妈给我爸啊 给我爸 来 我给他包包 给我爸不等于给您吗 快 行 我穿下来 给你啥你要啥 拿自主不当外人了 忘了你啥身份了 妈 怎么跟我爸这么说话 你得跟我妈这么说话 你 赵本山高秀敏范伟的默契表演 也使得他们的小品成为了人们每年看春晚最为期待的节目之一 同时大家都认为这组铁三角的感情牢不可破 然而2003年过后却传出铁三角产生裂痕的消息 甚至在2005年春晚的舞台上他们都没有出现在同一个节目当中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说实话 确实是我妈去帮一个朋友演出影响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彩排的演出 然后赵舅因为我妈不在她没有连排那些效果非常的不好 甚至可能词都打不上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严重的误场 错在我妈 当时赵舅就是挺生气的 就说你看这个这么重要的演出 我妈都没说就走了 偷着走的 所以这个生气是很正常的 我妈刚开始的可能挺累的就也没太服软 后来等到回家之后她就马上知道自己错了 她就给赵舅就哥呀我错了 你别给我生气的 就别我生气 别跟我一样的 就跟赵舅就赔礼道歉了 当时这事就过去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捕风捉影的 就大家一传出来的就是铁三角 就是怎么又破裂了又怎么样 其实没那么严重 他们合作那么多年 十几年的朋友 大家只要是说彼此心里面都很在意 都很重视对方 那总有一个就让步了 尤其我妈又是小妹妹 错又在她 她去道个歉 赵舅心又软 就又过去了 我记住这件事发生以后 我们去交合演出 我和老姨是后到的 当时严姐也在 赵舅当时就在房间休息了 休息那时候 完了老姨就看见范舅了 说的那个哥哥干啥呢 老姨气着就想去看看他 完了呢 老姨自己又不好意思去 因为他们生气了嘛 老姨就拽我洪梅走 我咱俩去 我说去吧我就去了 去了完了 饭就先开个门 然后赵舅在屋里边休息 看我去就起来了 前面老姨说 哥呀你想不想我呀 完了赵舅说的 我没想你 挺想红梅的 这样 这逗得嘛 这挺尴尬当时吧 后来就好了 大观园的形象代言人 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俘如东海 财源不断 今年行好运 今年拖下蛋 啊啥呀金蛋 祝你们五股丰奔 正傻傻高尘啊 祝你们丢出新浪 养傻傻之前啊 祝你们平平安安 健康又长寿 祝你们福建 美满又团圆啊 哎呀 谢谢 高兄民生活当中呢 被认识和不认识的人 一律都称之为高大姐 其中有一个版本啊 是这样的 说有一次高兄民和司机 一块坐飞机 准备飞北京点出 突然呢 有一个陌生男子 在柜台前啊 就拦住了戴着墨镜的高兄民 这个男子说 他自己的行李 全部都丢在了酒店 所以呢 想向高兄民借钱 买机票 而且这人还说啊 到了北京 自然就会有人帮助他还钱 高兄民的司机 认为这就是个骗局 这男的就是一骗子 所以呢 使劲地阻拦 但是高兄民二话不说 当机掏钱 买票 事后你猜怎么的 这个陌生的男人 果然如约还钱了 我们不知道这个版本 是否真的可靠 但是在演艺圈内外 凡是认识高兄民的人 都会说 他有一副豪爽 公道的狭义心态 高兄民这位热心的东北大姐 除了热情好客 还特别愿意帮助朋友 严学经与他的结识 成为了人生中的转折点 高兄民先后介绍 他与赵本山和攀长江相识 为他第一次登上电视迎评 和春晚的舞台 打下了基础 第一次上他们家在长春 我一进屋之后 大门进去之后 一打开门 就没法落脚 这一地 大概有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全是邪 然后到他们家进去 客厅里全人 餐厅里全人 我说高老师 我说你家人也太多了 那没办法 新奇多呀 我说那你这 而且每次走 不是包红包 就是买礼物 再不就是 反正就得发一圈钱 他说我一个人 就得拼命干呀 养活一个生产队呢 然后那一年 就是 高老师里头的赵老师 他们一行三十几人 从春节晚会下来之后 到我家去看二人 那会儿严姐在舞台上 特别有风采 然后当时赵舅 还有好像范舅他们也去了 是吧 然后就说 颜月经儿 你的风采 全在那个戏曲舞台上 有的时候 上高老师家去的时候 在他们家 我们就PK二人转 他就是 比方说亲朋好友 一大帮坐到 他们家那大沙发上 我们俩就在台中间 他拿一扇子 有的时候 拿一个扫床的 那个扫子 抹布 抹手杀的 对 不管是什么 他就站到中间 给大家唱一段 他唱完了 让我再唱一段 我唱完 他再唱一段 唱一段高老师 以前演过的这个 小姑贤 演一个特别雕的婆婆 王雕士 开心 王雕士 王雕士 我自打驾到王家门 过了门就当家 我还定田户人 刚过门一年多 我就给他上个银儿 第二年随心如意 我又给他上个银儿 从此后 从此后王家门里 我算立了个棍儿 不管是丈夫 公婆 谁我都敢 词儿 看眼下 闺女儿子 都有个小顺劲儿 就是那派家的媳妇 恨的我要牙根儿 恨的我要牙根儿 三十晚上播出之前 直播我们都带上话筒了 那年导演是金月 金月导演从里面 慌慌张张地出来冒着汗 所以潘儿那个 你这节目有可能被拿下来 前面超时超得太多了 就必须得拿掉一个 语言类的节目 可能是你这个 要有准备 潘哥就不知道是站还是做 反正特难受 我说三十晚上了 怎么也没想到三十晚上能被毙掉啊 然后就跟家里已经都通风报信了 几点几点钟我上 就一通炫耀 然后一告诉你说有可能不上了 太可怕了 然后这时候赵老师 高老师 范美老师 尤其是赵老师站起来就说 差多长时间能不能从我们节目往处积点时间 然后秀敏老师也是在底下就就求那个金月导演说这些孩子上一次春晚太不容易了 小拍闭就闭了 学经这第一次上春晚啊 说能不能看个想想别的辙 大家就一直想办法 到最后呢是从主持人的那个台词里面 就是比方说说十句最后就说两句 然后本山老师秀敏老师还有这个范美老师他们那个卖拐那年 哦 对 就从卖拐那里面节省了三四分钟 他们的作品啊 春节晚会是给让时间的 本山老师他们是不但没要那两分钟 从自己的节目里还省出几分钟时间 所以那一年是本山老师和秀敏老师他们那个节目最有瑕疵的一年 信心的观众一定会发现 就为了给我们节省时间 他们不等不等掌声了 就是压着掌声走 我说完了我喘口气我就再说 要不然的话一定会等让掌声 就是小品是在乎这个的 我把包袱甩出来之后 观众一定乐够了 马上就要乐完了的时候 我再张嘴说下一句话 他们不是不等你乐怎么样 就刚一给马上就接下句 轻者点脚 重者顾顾头坏死 晚期就是植物人 干嘛呀 我等会儿看他眼睛来玩家 所以那一年你看秀敏老师他们都特别匆忙 上场走得也快 台词接得也快 为了我们 这样我们那节目就最后上去 高秀敏还是一位国乐 只要是遇到他认为有才华的人 都会伸出手帮一把 01年朋友就告诉我说 李玉刚别折腾了 你再折腾也不可能说 像刘欢啊纳英啊 你又不可能出名的 正好白天的时候有这个想法 我说他可能不想做的 放弃吧 晚上就去演出就在场 今天是个好日子 啪 一个小柿子扔在我头上了 因为他们又吃的 吃的那个东西 我还唱 今天又是好日子 啪 好日子 啪 只要唱好日子 他就给我扔一个 什么人呢 客人嘛 没有这件事之前 我是谁扔我都不在乎 天塌下来我都感觉我唱我的 可是那时候就正处在 你纠结的时候 对 正处在我矛盾当中 对 然后就不干了 他打完之后 晚上我熟识行的 结完工资 我就告他不干了 我就跟他讲 我说妈拿钱 我妈说拿钱干啥 我说把钱都给我 我做生意 后来就去沈阳了 卖服装 正好当时也有一个契机 高晓明老师 对啊 也跟他 当时他边刻画字 边跟我说 哎呀 你太好了你 这小模样办得太漂亮了 李渔刚 你有这么好的条件 出来唱歌吧 干什么不唱啊 就非得让我出来唱 打电话说唱吧 然后圣诞节的时候 他有演出他也带着我 跟舞台上表演的角色不一样 生活当中的高晓明呢 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 对于自己人生的方向 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 可是呢 作为一个女人 她也有自己的遗憾 早年 她为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常年在外地走穴演出 1990年在她离异之后 她将自己九岁的女儿丹丹 寄养到了自己的娘家妈妈那 可以说 丹丹和姥姥生活的时间 要远远多出 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 所以呢 一旦回归到家庭 高晓敏就会在女儿和爱人面前 尽可能多地来 弥补自己的这些过失 展现她那些 不为人知的 温柔的另一面 一段高晓敏在照片后 留给女儿丹丹的唯一文字 成为了丹丹思念母亲时的精神依托 每当想起跟母亲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都会拿出这张珍贵的照片 默默地读着这段文字 写的是想念的女儿丹丹 你看这张照片 和你一样一样的 真有意思 等你到33岁的时候 可能就是妈妈我 太像了 把我乐坏了 哎呀 你们都我来了 怎么看都像你 你看像不像 让国美姐和姥姥看看 他们也得乐够像吧 给大家看看这张照片 谢谢 是想啊 这个神似是 因为可能文字上留下来的东西 就只有这一个 你们跟高老师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还能记得的 你们认为最幸福的那个时刻是什么 我特别喜欢我妈依赖我的感觉 到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呢 我又想睡个早觉 他又想让我带着他出去 像什么花货市场啊 买点花 跟他一块去买点菜 做做饭 能陪着他逛逛街 然后他就早上起来 就到我床上 我一听门开了 我就知道有动人来 有进来了 我就假装闭眼就不动 你一动了就得醒嘛 我就装睡 然后我妈就进来 哎呦 那件衣服哪去了呢 就开门就找 其实就开始这个潜意识就是 我都出生了你还不行啊 你知道吗 人家衣服哪去了 找男友出去了 不再一会儿又进来 直接进来先把灯打开 啪 灯一打开开个门 哪去了呢 你说 放这儿了 这是烦 我也不动 完了又出去了 不一会儿实在坚持不住了 就进屋就趴在我身上 就是我妈是肉肉的那种的 整个人趴在我身上就晃 就推我 有脸就蹭我 就这样 起来了吧 姑娘 家道上花贵市场吧 这都七点多了 就趴我身上趁 然后我就没办法了 我就咬着牙起来了 但那会儿是觉得 哎呀 妈那般人不让我睡觉 但现在想想 点点滴滴的 都是跟她一种生活的回忆吧 单单这张照片 你还有印象吗 这是我给她照的 是8月6号的时候 我们在通聊 在那照 05年的8月 对 就是她走的前11天 因为我妈平时一般老是出去演出嘛 跟她在一起时间也比较少 能跟她在一块的时候 她就老想着给我们做点吃的 然后爱溜达 哪有花 哪有草 哪有那个树叶呢 怕柳树呢 也愿意去照两张相片 爱美 这旁边是一个孔雀 孔雀 看到了吗 对 她也是花衣服 然后孔雀开平 就喜欢花 不管到哪儿只要有花就得拍照她 就是对于这个穿衣打扮啊 形象上啊挺细致的 那我听说有些性上特别粗线条 比如说浇花还能浇到别人家去 对 因为我家吧 买房子的时候 挣了一个小露台 然后装修的时候吧 我都没把这露台太作为重点 就想以后晾个衣服什么的就得了 结果呢 我妈就是来了之后就上花卉市场了 让人家把草皮都给铺上了 就是等了一个这么厚 带点土啊什么的就铺上了 没事就上楼上拿水管浇花去 我那会儿在实习在上班 有一天物业就给我打电话 说你们家是不是有 因为我们家经常很长时间都没人 说你们家水管爆了 这有没有附近有你们家钥匙的 赶紧来给我们开门 物业给你修一下 这都流老多水了 因为我说不对 家里有人呀 我妈在家呢 我就给她打电话不接 给我们家小阿姨打了好几遍才接 我说你怎么不接电话呢 你都睡觉了 你家小阿姨说话可吐可吐 你都睡呢 我说你快上楼 我说人家物业打电话楼下都发大水了 人家你看那水龙头是不是爆了 是吗 不能了 老姨刚才还接花了呢 他就上去了 上去一看就是水龙头就扔那儿 一直在流着水呢 就这俩人都睡觉了 后来我妈说 哎呀 问他嘛 就小秋说老姨呀 你这你咋叫的花呀 都给楼下都发大水了 你知道 然后我妈说 我接个电话呀刚才 没关吗 我就有关了 就是我们这种心太大了 心太大了 可爱了 光阴仍然 白剧过细 高秀敏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九年了 在这九年的时间里 高秀敏的女儿丹丹呢 已经渐渐地从诗剧母亲的阴影当中走了出来 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她结婚生子 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 原本呢 她在中国戏剧学院学习导演专业 后来在母亲去世之后 她毅然辞掉了文化公司的工作 女成母业成为了一名演员 继续着母亲未完的心愿 虽然可能会无法达到母亲的艺术高度 但是在丹丹的心里 这何尝不是一种纪念母亲高秀敏的最好的方式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比较遗憾的呢 就是我的孩子我妈妈没看到 然后 但是我相信她在天堂上一定 我甚至有的时候都觉得 我的孩子是我妈妈赐给我的 就是她走了 再派给我一个天使 在我身边陪伴我 所以我想着妈妈在天堂看着吧 我会跟孩子 跟我的家庭一块好好生活 包括我肌腹我们都觉得 我们这一辈子 不管外界怎么 不管外界怎么说 我们不会去跟人家解释什么 但是我们这一辈子 会好好的把日子过下去 等到有朝一日的再去天堂 跟她相亲 来 小家伙告诉大家你叫什么 大声说 我叫刘子天 刘子天是吗 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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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家伙叔叔问 说如果你看那个大屏幕上 这是谁呀 这不是你的妈妈 那你叫什么呀 你叫什么呀 妈妈的妈妈你叫什么呀 妈妈不是叫高春明吗 她都是在电视上 有的时候看到我 就告诉她 我的小时候 要是摔一跤了之后 我妈会在后面 就是她第一次告诉我 说走路要看路 乖乖的 她说走路要看路 你这不看路摔跤吗 第一次会这么警告我 但第二次如果在的时候 我妈就会踢我一脚 她也是走路不小心 经常就摔 摔我也是刚开始 哭口哭泼心告诉她 后来我说 我说我小时候要像你这样 我妈早踢我了 然后她说 啊 高秀敏踢你了 高秀敏曾经说过 他最享受的就是在舞台上 泄墓的那一瞬间 家人专门在上海 为他特制了拱手 泄墓形象的艺术诗雕 拱的雕塑 拱手 微笑着站在舞台中间 寓意着 他的人生圆满泄墓 墓航栽中的一棵丁香树 因为高秀敏最经典的电视剧形象 就是丁香 绿意着 丁香有外